在上个月系纸许多地方都在办大型的普渡 尤其是宫庙,普渡的东西真的很多 而再说到包括了北风寺、清水盐 还有北巡府等等庙宇 以及黄昏市场自治会所捐赠的白米之后 景分局集合物资总共有7166斤的白米 并且在2号这点早上颁发了感谢状 接着就并分七路 针对贫困家庭或者是独居长者来发放白米 以下报道带你来关心 结合社会资源关怀弱势 2号一大早景分局将物资集合起来 可以看到整个分局地下市是摆满了7000斤的白米 另外还有饮料等物资 7月份系着好多地方都在办大型的普渡 而在整合中原普渡资源 包括了清水盐、北风寺、北巡府、观音院、北厚云天宫 以及黄昏市场自治会所捐赠的白米 共有7166斤 而为了感谢社会各界捐赠白米 帮助贫困家庭 警分局也特地在当天颁奖表扬 我们当初中原普渡的时候 因为汐止分局他们当初就先来寺庙 来跟我们说 因为这个中原物资的整合 其实对社会的帮助是非常大的 也因为我们寺庙愿不愿意说 那我们当然是OK啊 非常好 这种很大很棒的活动我们带你去参加 所以我们也感谢西子分局 他们这么多的警察单位同仁 那帮我们租资整合 来给这个弱势团体跟独居老人 是一个非常大的功德 阿弥陀佛 西子警分局在农历7月中原普渡之号 就主动联络辖区各宫庙 希望共同发挥爱心 将普渡之号的物资由分局规划处置 而他们也依平时家户仿查发掘 特别需要关怀的人 今年是整合西子地区庙宇 善心人士发挥爱心 共同捐赠的物资 这几天他们也分送独居老人 低收入户 清寒家庭等共198户 表达警察以及社会各界 关怀弱势的温馨行动 将爱心物资送到弱势家庭的家中 希望让弱势家庭在中秋节 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就成慧林西子采访报道